北捷手扶梯高速得退路 人群像土石流一样往下坠 大陆还有一堆母女在手扶梯上 踏板下线 妈妈找手扶梯卷进去 手扶梯吃人意外频传 网传影片遇到手扶梯突然停止 该怎么应变 千万不能乱动 网络疯传影片说最好站着别动 因为表面看着不动 但内部还在运行 只有站着的那块是实心 就怕乱踩往下掉 但这是真的吗 手扶梯停止下面空转会吃人 恐怕都是谣言 专家表示一片踏板可以承重150公斤 只要没超重就还能走 但像北捷事件 同时多人挤在一团 早就超过150公斤 恐怕因此坠落 民众遇到手扶梯突然停机 第一时间反应是这个 就直接走下去啊 说要做手扶梯吗 而手扶梯四种情况要小心 第一踏板承重小于150公斤 超重很危险 第二尺硕板用来排除异物 但羽衣鞋带容易卷入 恐怕异常停机 而外力或异物卡在踏板上 也容易让踏板变形 手扶带卡异物 转动速度忽快忽慢 都容易有危险 遇到一番故障 既成一团更危险 也不用站在原地不动 冷静慢慢往上或往下走 就能安全离开 记者综合报道 我是陈继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叫我铃铛哦